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相邻的马霍沙滩 相信聪明的朋友已经猜到了 这个沙滩的特别之处就与这个机场息息相关 由于圣马丁岛的这个机场 有一条只有2349米的跑道 所以飞机为了减少缓冲里程 都会在下降时飞特别低 这就导致飞机不得不从马霍沙滩上面掠过 与游客近距离接触 很多游客就是为了近距离观看飞机降落 体验一把飞机从头顶带风飘过的感觉 才到圣马丁岛度假旅行 马霍沙滩因此也成了最刺激新鲜的海边景点 不仅能够看到飞机飞行 还可以享受飞机气流带来的强烈吹拂感 衣服和头发都能飘起来 但这种气流其实并不安全的 很容易就将游客卷到海里 也可能引起巨大风浪 对游客的生命造成威胁 政府和周边的酒店为了提醒游客 都为提前标好飞机起降落的时间 同时海边也会有扩音设备提醒游客 但即便如此 依然有很多游客待在护栏边 感受飞机剃头 或者趁着气流掀起海水 来一场别具一格的冲浪享受 这样一个略带危险的沙滩 你是否也想去看一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